你一定想不到 东南亚人吃东西是有多生亡 这个柬埔寨的小伙叫大春 天还没亮 他就划着船去搜罗今天的食材了 为了一时的口腹之欲 真是睡得比狗晚 骑得比鸡早 这湖里还飘着一头公牛 这是哪个家庭这么好横啊 直接把整头牛给扔了 这家里不得有几个矿了 可把大春高兴坏了 这坡天的富贵 大春是一定要借助的 这头公牛可以让大春吃好几天了 但是要把这头公牛转移到小船上 对于大春来说还是挺困难的 得借助工具才行 大春拿出了珍藏已久的滑轮装置 想借助这个滑轮装置 把这头公牛转移到船上 看来大春还是有些头脑的 果然不愧是柬埔寨 野外生存的高手 这头牛看起来还不小 起码有两百斤重 尤其这头牛的主人还挺细致的 把牛皮都包完了 还清理了内脏 结果发现